欢迎大家来到《灵修分享》 今天是6月23号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文是《提摩泰前书》第二章一至四节 主题是《平安无事地道日》 现在先读经文啦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懇求 祷告代求祝借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 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地道日 这事好的 灾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越纳 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当我今天密想这段经文的时候 《平安无事地道日》 就在这段经文里面很突出的 不知道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 是否被他吸引 特别是当我们生活之中 特别是当我们生活之中 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制遇 不静悉、艰难、挑战的时候 《平安无事地道日》 放发成为我们心中的渴望 那究竟 司徒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平安无事地度日 是不是就好像我们中文字那样理解 平安无事,这样就舒舒服服过每一日呢? 好了,我们先看回司徒保罗提醒我们 为什么我们可以平安无事地度日呢? 司徒保罗在这卷书卷里面提醒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 当我们前文知道要参加这场属灵的争战 完成神所托的使命之后 司徒保罗就劝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 第一,就是首先着重的是什么呢? 是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民族者 简单来说,就是为了很多人去祈祷了 有恳切的祈祷 又为他们属灵事成上去祷告 他们不懂祈祷,你就代祈祷 他们不知怎样得着神的祝福 你为他有祝愿的祷告 所以,司徒保罗在这里提醒他的属灵儿子提摩太 原来在这场属灵的争战之中 打烂美好的仗 第一件事就是关于祈祷 而且祈祷的对象是为了万人 甚至君王和有权势的人 我们都要为他们祈祷代求 这件事上,于我们来说,实在有很大的挑战 我们会为我们熟悉的人祷告祈求 是理所当然,又显得会甘心乐意 但是说到为万人,甚至为到再上位的 再作君王等等去祈祷 实在是一件难以学习,也都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保罗就告诉我们众圣徒 如同属灵儿子提摩太一样 我们既然领受了基督的命令 我们祈祷第一件事就是为很多人去祷告祈求 因为司徒保罗知道为众人祷告祈求 能够带领我们进到一个更宝贵的生命 他就说,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 敬虔这个字在原文就有好的 加上敬拜而来 即是说,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 在这场美好的仗参与的同时 我们为了众人祷告祈求 能够建立出我们一个真正合神心意 好的敬拜神的生活 一种的生命就这样建立出来 还有,而且他说会端正 端正这个字在原文有尊贵和庄严的意思 即是说,当我们活在人的面前 无论是顺利的日子 或者是艰难的日子 这里所说的端正 就是都显出基督徒那种尊贵的身份 不会因为着那种的环境 而失去了基督徒应有的庄严的表现 所以亦做端正这个字都是很好的 不单止因为有这种敬虔与端正 还有的是,当我们为万人 为君王祷告祈求 同时也建立出一种更有力量的生命 圣经就说,能够平安无事地过每一日 平安这个字是安静的意思 而且是与内心另一种的特点 温柔有关联的 所以这种的平静安稳 是里面伸出一种如同温柔那种的安静 无事这个字 其实原本的意思 与前面所说的平安是差不多的 是安静或者直静的意思 即是说,当一个人能够照着神的心意 为众人去祷告祈求的时候 就能够带出真正敬畏神 敬拜神 有一个很尊荣那种庄严的生命 还有内心有一种温柔 平安 不多出声 不多增敬 能够里头不会众多埋怨的声音出来 内心是很平静安稳的 这样去过每一日 你想想 前文就说到教会里面有那些人 乱说一些不合乎真理的事 周围的生活也都充满不同各样的挑战 人内心都会被周围的环境 令到自己心灵里面 好不能够平静安稳的 但是使徒保罗就告诉我们 他的经历 原来为万人祷告祈求 就能够建立出一种敬虔 端正 平静安稳 里头有温柔的生命 那这里 我就想起了一个人物 就叫使徒保罗 他在亚基白皇面前 去分享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 虽然他是被人用锁点捆绑住 但他里头就是为着君王 为着众人去聆听神的福音 而显得圣徒里头那种应有的庄严 端正 说话里面不会带着浮躁 而是有那种很踏实 很平静安稳 能够将神的道一一道来 因此 当聆听保罗的王亚基白皇 就感觉到 差点就要做基督徒了 使徒保罗就立即回应 他说 他期望今天每一个能够听到的人 都好像他一样成为基督徒 可想而知 使徒保罗不是单单的劝提摩太 而是他能够在实际的生活之中 也都能够显出 他心灵里面 是为着众人恳求祷告 随事随在 所以圣经在第四节就补充了 为什么使徒保罗能够逼迫 为人去祷告祈求 祝愿他们成为基督徒呢 是因为第四节 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因此 我们就知道原来使徒保罗 如果劝勉提摩太的时候 什么叫做为万人 恳求祷告代求和祝借呢 是跟他内心明白 神的心意有关的 神愿意扮人得救 明白真道 所以他的祷告 他的祈求 就是为着神所期盼的事情 为众人去祷告祈求 神很想很多人明白真道去得救 所以他就按着神的旨意 这样祷告祈求 而衍生出来的生命 就是敬虔 在撒纳之间出现的挑战 他仍然能够显出端正 充满着挑战的环境 他内心仍然是很平静安稳 有温柔 不多言 这个就是使徒保罗所说的 平安无事地道日 是与明白神的旨意 和按神的旨意 祷告祈求 而衍生出来的 所以今天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包括我自己 都要明白这段经文 真正的含义是 当我们照着神的心意 这样祷告祈求的时候 敬虔的生命 端正的生命 里头很平静安稳 很踏实 不多言 这种真正内心温柔 安稳的生命 和生活 必然显露 在我们 逆信环境之中 都能够彰显出你 愿神亲自 透过这段经文 保守我们的心 按照里面属灵的含义 去建立出 真真正正 平静 安稳 温柔地道日 当我今天 灵修完这段经文之后 就有以下的祷告 天父啊 感谢你 值今天的经文 使我知道 按你的旨意 祷告的人 必被你建立 使信仰的生命成熟 的心中 和祷告生活中 环境的变迁 都不能夺走 我心中的平静 天父啊 因此我要 切切的 仰望你 使我能按 今天 所明白的 常常为万人 祷告代求 因为我这样 遵行你 所喜悦的 也使我能得着 敬虔 端正 安静 及沉静的 信仰生命 与生活 愈我的心 尚信从 你的旨意 就是愿意万人 明白 真度 而得久 愈我的生活 能够验证出 你这美善 建立圣徒的 荣美旨意 祷告 奉主耶稣 圣明 阿们 今天灵修分享 就到这里了 愿我们照着 今天经文 正确的意思 能够建立出 祷告的生活 看照神的心意 为万人祷告 以到我们的生命 进度更加敬虔 能够平静 安稳地度日 再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